啊哈 猜是誰回來了 小魚哥哥 這小魚哥哥回來了 一猜注重 這樣就不好玩了 歡迎你們的魚哥問號 魚哥好 魚老大回來了 小魚哥好 啊 大家好啊 你真的不見了 小比子怎麼乖乖聽經理面子的話 小魚哥哥 為了聽你的話唷 造成拿解要給他們 這樣我們三個都對我很好 喔 我們三個不錯嘛 沒有啦 這是應該的 欸 他們已經知道那解要是假的喔 被你們這樣說會不好意思 那還是我們都把他當妹子看 經理妹子 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怕你大哥什麼的那個薑筆盒 已經被我除掉了 真的嗎 小魚哥哥 是的 你大哥可以安心 再也沒有醜要報了 大哥 爹 娘親 小魚哥哥聽我們報仇了 怎麼哭起來了 忘了醜要笑才對 小魚哥哥謝謝你 我突然想起別的事情 現在心線好亂 那你休息一會吧 你們三個要好好照顧哈 沒問題 小魚哥 我家妹子就是我們妹子了 魚哥放心 有我們在這搞定了 小魚哥 我想起來 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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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先還不能找忘存留 好 就這樣 然後蘇茵要加入隊伍才能觸發天外天的劇情 好急了 你來了 那就不用再等了 你說什麼 你和花霧靴在這裡決鬥 不用再再安靜去 那可不行 在我還沒找光亮威武雅算贓之前 我就絕對不會和花霧靴決鬥 你最好搞清楚這一點 你 我現在都要進去這無陽門冒險 你若是不想我生氣起來致敬 就快點讓開 站住 為什麼我要站住 這裡機關陷阱多得很 說不定你進去誰送死 我 我問你們看他路不好嗎 正因為先行者必有兇血 所以才要你站住 想讓你們這樣如此關心我 羅謝羅謝 可是我既然早晚要和衛霧靴決鬥 活著反正無趣的很 死而到鄭重下懷 你死不得 你命中住地要和花霧靴決鬥 無論如何是無法改變的 武靴 你到附近尋學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的無陽門呢 是 是 魏無雅你聽著 移花宮有人來訪 你出來吧 平常都是有人這樣叫正 早就有人出來 看來情況不太對 到他廳看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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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什麼嗎 看到好幾個房間 什麼都沒有 嗯 阿浩不是現在我到通緝室嗎 這這邊沒有什麼東西啊 沒有 然後 小房機關是 在兩個小房間 雞蛋 在小房間內 我很邀躍 裸盤 什麼也沒看到 什麼 一片 有 沒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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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有点奇怪 有什么不对 这个地方虽然人也都没有 但我却觉得到处充满杀鸡 好像已经走进了坟墓 再也出不去 这只不过是医生 医生案馆而已 这也许只不过是我疑心病 但无论如何 我却不想再留在这个地方 你们都不想走 我可要先走一步了 你现在要走 怎么来不及了 魏无羊 你方才说的并无错 这里已是一座坟墓 你会带修养走出去的 你说什么 我已经所有的出路都封死 莫说是人 就算一只苍蝇修养飞得出去 对 你说 你将所有的出路全都封死了 不错 那么 难道自己也不想出去了吗 我真的自己也不想再出去了 你说的话 有谁会相信 就算你要他们活活站在这 你也可以找人来发动这个机关 为什么要自己来陪葬 这 自己因为我亲眼瞧见他们死 亲眼瞧见他们临时前的痛苦之态 我还要亲眼瞧见他们被 呃被恐惧折磨死 是不是还能保持这样圣女的模样 那你这样做一定是因为 四肢还不是他们对手 否则你就可以以真刀真枪杀他们 用不到自己来陪葬了 是吗 不错 我本以为这二十年来 武功已经具许多 已可将他们置于死地 但见到江别赫时 才知道自己错了 二十年前江别赫的武功根本还不入流 但现在却也可以算得上 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这二十年来 比他的武功的进步这么多 何况一花公主 我和一花公主的武功弄 是同样的进步 那我在念二十年 还是一样胜不过他 何况他没姐妹养人 我却只有孤零你一个 所以我想来想去 就只有弄这一手了 既然如此 他们现在要杀你 还是简单的很 你 现在机关已发动 门户具被封死 连我自己也打不开的 你不用动脑筋 何况你就算明知这里的门户 都已被封死了 还是要难免要报万一的希望 而我就是你们唯一的希望 所以我算准 你们绝不敢杀我的 你就是香小鱼 我也不怪你 你我印象对你不错 你可知道是为什么 我 我不知道 你如果瞧瞧这两位公主 再想想自己的个性 就会知道了 为什么 你老人家对我好 反倒是因为我长得像他们 不错 我的天下孤零这么多 我会回来 叫你一个人救回他 我一向对你百依百孙 就因为我要将你养成 冷漠高的姿态 我要你一个人住在那 就是因为我 要养成孤僻的性格 我现在才明白了 绝对你的心上 是遗花公主 就因为你得不到他们 所以有 因爱生恨 才会对他们 恨之入骨 十几年前 我转的跟他 遗花公主 向他们两位求亲 你向他们求亲 这真是智慧与美丽的结合 真是事实上最严肃 最相悲的事 你为什么要笑 是是是 这件事实在 再相悲也没用 只可及他们非但不答应 还要杀了你 你们的仇恨 就是这样结下来的 不是吗 一点也不错 魏无妖果然是爱情白痴 也难怪 没有女孩会喜欢看老鼠 他大概突然没有表白的经验 才会这么好笑 魏无妖 你再说一个字 我现在就杀了你 何必这样生气呢 和我 和我来看看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吧 都是为你们而做的 江小鱼 等一下 我有话和你说 哦 鱼花公主要和我说话 我得好好洗耳工听 我刚才 一旦这市面都仔细看过一遍 这市面的门户 的确已经全部被封死 我根本用不着去看 也知道这绝对不会是假的 这门户就是万金巨石 绝非能力所能开启 但我想 魏无妖绝不会甘心 让自己困死在这 你难道 要叫我这条路 给找出来吗 我想 你也许有法子 人之魏无妖口中探听出来 我为什么要逃出去 这又不是很舒服吗 就算问出了出口 一旦出去 我还是要死在花舞雀手上 既然我算来算去 都是非死不可 道不如我所幸死在这 我看这坟墓 到底堂皇复利 我那么保证 你绝对不会死在 花舞雀手上呢 嗯 你莫忘了 我能让花舞雀有今天的武功 就也能让你同样的武功 如果你问出秘密 我保证让你胜过花舞雀 花舞雀是我们从小养大的 非但是你们的徒弟 解释和你们的儿子差不多 我却是你们仇人之子 若非我明知武功比我们差得太远 所以不定我早就要你们的命了 现在你们竟然传出我武功 要我去杀死你们徒弟 这种话天下 怎样再也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呢 这其中 自然是有原因的 你们如果要我帮忙 也容易的很 只要你们将这其中的原因说出来 你们无论要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 你们难道 请问那位伟雀看见 你们临死前人丑态 也不肯说说这秘密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 一个人临死的时候 那样子非但很难看 而且还很可笑 这件事前前后后 你已经知道了不少事吗 现在已经知道江伯母 以前本是移化工的门下 后来 我父母无疑都是死在他们手上 他们当时没有长草除根 现在却想杀了我 里面留下祸患 可是是他们 为什么一定要花五圈 动手杀死我呢 他们若肯自己动手 我现在早已不知死过多少事了 他们本以为你会很恨花五圈 你不来找他们付仇 就一定会找花五圈 谁知你的思想却看得很 惊动了上一代的仇恨 和下一代无关 所以他们只好逼着花五圈来杀你 就我看来 你和花五圈之间 必定还 还有一种极复杂的关系 但我和花五圈之间 却绝不可能有这什么关系 我一生下来就会干到二轮骨去了 在这世上 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亲了 你们还不进来吗 我就拿你们看一些有趣的东西吧 哇靠 这些雕像是精变台 这些全都是我精心杰索 没到我心情不好时啊 就会来这里 欣赏一番 哟哟哟 想不到这封是 就有个如此巧妙的手艺 这些史相 与真的实在太像了 你这畜生 这次你还想我放过你吗 当然不敢 我早有准备 走 糟了 这里被封住了 他竟然加我们困死 为何还要加我们骗到这里来呢 这理由太简单了 他加我们困在这里 他自己都会自己有活动 甚至可以大吃大喝 等我们饿死后 就可以走了 他用这个法子 就叫做至死地而后生 遗迹中还有遗迹 现在我们就好像是被一群被关在龙子里的猴子 只好做把戏给他看 我临死前后变成什么样子 现在 我连我自己都想不出 这倒有趣的很 我说不定会帮你吃下去 你怕不怕 那我们两个 就永远变成一个 我怕什么 这个心太聪明了些 否则说不定 我真的会喜欢你 我听说女人生的孩子后 就会变些笨点 这丫头 我真的喜欢我喜欢疯了 已经过了一天了吗 好饿 小鱼儿 小鱼儿 想不到不可疑是一花公主 我 如今禁别人丢在地下的东西要捡起来吃 有趣啊 有趣 但我若解 别人丢在地上的东西吃 却没有人会吓我 因为我脸皮 本来就和成长差不多厚了 好甜好香 看哪一个人的脸皮厚些 倒不是叫坏事 但你的脸皮以下也不薄 这柚子也该分一半给你 是吗 我有时真觉得奇怪 一个人有张强大的水 却偏偏还有一颗善然的心 不过 我们现在虽然都捏东西吃 但是他就下去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们若能承拂出去 精静的忍耻 也许还有一丝希望 既然精静的忍耻 还有什么希望 卫无瑶要我们慢慢死 就是要我们痛苦发狂 甚至自相残杀 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得到发泄 但我们心上却都很震静 我们若是就这样静静的死 他一定不甘心 一定还有别的举动 那就是我们的机会到了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想个法子来逼他 对 两位公主 那这样耗下去 我吃不消 是我并不怕 但德恩神却实在令我受不了 要和两位说成再见 我们的冤仇也一笔勾销吧 我这有两粒毒药 是卫无瑶为他徒弟们准备的 这种毒药压 我知道 只要一滴就足够了 你死了 我是连一死一刻也活不下去 你难道还不知道 好 要好死就一起死吧 以免得完全路上寂寞 死不得 死不得 你们少年恩爱 多活一天 就有一天乐趣 若是现在死的 岂非太冤枉了吗 他果然整不出气了 你中计了 你们弄是觉得心烦吗 喝几杯酒就会好的 哈哈哈哈 好喝酒啊 你们弄是真素来 酒不单纯 现在更喝两杯 一个人弄到临死 还不知道酒的之外 那只是白火了一辈子 来 我再敬一杯 呵呵呵 你实在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哦 既是如此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我呢 呵呵呵 这蜜蜜 等你死了之后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好 一言为定 可是 你若比我先死呢 呵呵呵 那么 你就陪我死吧 我在黄泉路上 一定 呵呵 能害你一死 倒也算不许此生了 你以为 只有魏无牙一个人 为你疯狂吗 像你这么可爱的人 我 我 我是在 难道 我比他还可爱吗 他怎么能够跟你比呢 你若敢嫁给我 我现在就娶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这一辈子 还没有这么看 你想不想活着出去 你想不想杀了魏无牙出去 你若想的话 就照我的话做 先打灭这所有的灯火 魏无牙 我才不准你口口看呢 你不让我看 我就想死 你非看不可 什么 不是这要开始吗 为什么 魏无牙 你终于也上我一次当了 你在天下的第一聪明人手上 难道还觉得冤枉吗 这诺尔能为我做 钻礼碑 少不得我将你戴上一笔 你起飞也可 名垂千古了 你 你现在要怎么样 你现在难道还想要我们相信 这的出路已被全部封死 我上当了 不过 你们永远都不要想出去 我死了 你未来我们出去的 我先走一步了 魏无牙 他服毒至少了 啊 那该怎么办 唉 我出去找到逃出去的方法吧 嗯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 他必定会留下最后一条路 这里是绝 绝无疑问的事 但是 为什么我们找不找呢 原来是这样 这最后一条路 在哪里 我已经知道了 你是说 在前面就有通气口 我算了装不出去 但别忘了魏无牙是个 奇形的侏儒 这个洞 他是可以出去的 不错 我们的确实都忘了一件重要的事 那我们会另外想办法了 这里是 我也看不出来 这边应该是拿经验子的 我懂了 这里是魏无牙使用的机关室 他刚才是用这里的机关 困住我们的 好 走 有老鼠 这老鼠鱼 或许有点用 你想干什么 你等会就知道了 怎么样 有没有什么发觉 好 先有一条站 我们这边直接省力 你 你逃婚是不是 你要和瑶月 我们再想其他的方法吧 不是也是 怎么会知道 反正出不去 既然不能叫花武去杀你 我就自己来出这口气 我怎么站都应该是这个 好像不怎么强了 好 不让位置进来直接省力 有 我武功大戒 你不服气吗 我希望你江峰的口操从前打不过 住口 嘴巴放干净点 我就是阿嬷 还有花月的那前辈 好啊 那你只好厉害 你 你想干什么 好孩子 去和瑶月公主清清的吧 按平常一定会逃开的 现在机会难得啊 你 你拿着我吧 我向你修牢 什么 啊 你 你要什么 我都听一去哪 一点都不够诚意 我投降 你要什么就输吧 那你听清楚了 我要知道的是我花武雀自己的秘密 绝不 那我就没办法了 你继续和小朋友玩吧 你何苦呢 就说出来吧 我恨你们 如果不是你知情的利基都没有 我临时也不会说出来的 那你就愣宅吧 否则小强 不会放过你的 小强 就是那只宝贝老鼠啊 给 快把他拿开 我说 你要花武雀兄弟 说得清楚一点 你们要花武雀兄弟 是孪生兄弟 他从小被我们暴走 而影被故意 留给连蓝天 以便这后可以让你们吃香残杀 这样你们满意了吧 原来是这样 我已经说了 快要这次宿船走开吧 小强乖 你干啥吧 帮我们找找出路吧 你真是个小坏蛋 这 你吓得了吧 这次必须还坚固 但地下可是土城 好伤得很 现在连老鼠都找到出路 我们还怕我出不去吗 哈武雀 现在都外面了 我们快去找他 你是说 我们是兄弟 不错 今天姚魏这么一说 我什么都明白 也知道他为什么要逼我们决斗 原来是这样 只是师父 姚魏他怎么可能把这秘密告诉你呢 这个啊 那要归功于小强呢 小强 哈哈 虽然我们是兄弟 但这个秘密也不能告诉你 天下第一名 天下第一聪明的花招 怎么让人知道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好好庆祝一下 庆祝我们不用再决斗了 也庆祝姚魏的诞生 说得好 我们一起去吧 小鱼哥哥 嗯 你怎么来了 是万神医头发带我来的 多谢你替哥哥报仇 精灵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哈 怎么这么借外呢 这是应该的 第一位五星报仇 但是姜比赫叫人 叫人看来都讨厌 我顺手把他给除去了 不过如果不是看他在你面子上 这件事我可不一定会管 看来我对妹家妹子 真有几分感情 嗯 糟了 不妙 今天已经14岁了 还小嘛 哈哈 我怎么突然想起 男大婚女当家这句话呢 我的预感 一笑很凌的 看来这次 都包又要中了 不晓了 不晓了 独哥哥说过 在我15岁那年 就要K我找个伴 我一直不肯依他 正和酷哥哥说 爹是被坏人害死的 如果这样找个伴 也能找替爹爹把我愁的 所以五官高强 聪明又果决 还能体会 互联家的心思 如果闹别人的时候 能让破体微笑 新鲜照顾他一辈子 当初只是想回 回绝突破过水火说的 怎知道 天哪 上大墙了 上大墙没喝 只因为我看他不顺眼 错到阎光门 只因为他们先惹上我来 最故意可爱的小妹妹 只有你一人 难忘成叫我去 挨护那人间伤恶 不过这些事 最好是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这可以赶紧想个法子才是 诶 是啊 怎么知道你哥哥不信上命 那你顿失依靠 现在人间 人间三个 那个三个小英雄 彼此对 对人使唤 但对你 倒是蛮真 真心诚意的 不是的 那我三个虽然真心带我 但哪比得上 一直守护在我身边的人呢 啊 时候不早了 诶 经理面子你早点睡吧 我先回去了 书音丫头 你怎么都不吭声 大势已去 不又不醒啊 我怎么能和小女孩争呢 不过小女孩 小孩子是不懂哪里情爱的 小鱼 呃 终于又是我的 小鱼哥哥 你能都不喜欢经理妹子吗 我 习惯啊 啊 呆子 你这句话说出来 就万事休矣啊 真的吗 我好高兴 经理妹子一定快点长大 祝你的好新娘 哼哼 我也很高兴啊 那我们快去找万伯伯吧 他知道了 一定会替我们开心的 呃 是啊是啊 想不到我江小鱼 终于就是要在他儿女私情上 死老万 我一定要跟你算这笔账 哇 一年后 江小鱼和魏精灵成为夫妻 定居在二人谷 江小鱼成功后 在魏精灵温情公司下 他彻底瓦解 成为一个洗手助跟他 饭后请洗碗的 顾佳男人 献杀了世间女子 也叫世间的风流浪子 引以为戒 江小鱼的故事告诉我们 英雄并非难过美人关 柔情才是更叫人难以抵挡的 哈哈哈 哎 吵死光小组 哎 好 好 好 这是没有 魏精灵的妹子 魏精灵妹子的结局 这段小鱼用忌问出 摇曳隐藏在心中第二 心中二神眼的秘密 即使得知他 由花五千四为兄弟一事 免去一场兄弟相当成悲剧 他得江湖中能赞赏 由于小鱼先以武功压制摇曳 在利用老鼠下的摇曳不 不得不吐石 其巧妙的說法將來嘆為觀止 此後天下第一聰明人的名號 被小魚有莫屬 江湖人中都知道了江小魚這一號人物 至於那隻大功臣老鼠小強 責備受了禮遇 屬子屬孫滿堂 歷斯拜邀躍之所賜 他武切之後改名為江古拳 開始他的新生命 兄弟倆相認隨此 卻永遠不嫌晚 心情絕對雙交的歷史 再度寫下更完美的遺言 然後就是一些桌布這樣 怎麼一直跑桌布啊 為什麼兄弟結局是這樣 好了喔 夠了喔 好 兄弟結局達成 好 選老鼠 老鼠 老鼠 老鼠怎麼樣 沒事 你仔細看著吧 這 這是什麼地方 你醒了 這就是所謂地下河流吧 有些血流是在地下流通的 都可以老鼠找到這個地方 我們有救了 魏無雅他絕對不會想到 他的寶貝老鼠就我們幾條命 哈哈哈 我們出去吧 還可以回去喔 還可以回去喔 我們出來了 肚子餓壞了 我們走吧 你想走 我當然想走 我肚子餓了 要去找一下鋪子是個高興 如果你不想再待 在伺候我 最好就不要跟啦 你 別這樣嘛 笑一個 你那地洞裡的時候 可愛多了 不會像這樣的 冰冰冷冷的 滾 又滾得遠遠的 現在是你要我走囉 那我就走啦 別擔心 我還是去找花無缺的 你放心吧 好 那就去 安清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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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